阿贵和妻子梅之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京,回到了乡下的老家暂聚。 出道这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村中看护祠堂的阿梅婆婆。 攀谈中,他们聊起往事,阿贵问及阿梅婆婆的年纪,而婆婆却说, 过了九十以后,我就已想好,别人说我多老,我就有多老了。 听到婆婆这样见识谗意地回答,阿贵和梅之子相视而笑, 幽静山野,木屋佛堪,冷水清茶,相对而作,仿佛连时间都被调慢了些。 梅之子原是东京的精英医生,这次回乡,他答应村民要去村中的医务所上班, 但因自己也生了病,所以每周只能去工作三个上午。 即使是这样,村民们也倍感开心,因为这个小山村已经好久没有自己的医生了。 欢迎仪式过后,阿贵和梅之子一路散着步, 去往了村民们安排的山间温泉。 路上,几只乌鸦发出凄厉的叫声,梅之子似乎受到了惊吓, 他喘着粗气蹲了下来,久久才得以平复。 在夕阳的照耀下,山间的泉水好像都变得柔软, 两人在露天的温泉中,洗去了都市沾染来的喧嚣, 正式开始了乡间的生活。 第一天晚上,梅之子还是吃下了助眠的药物才入睡。 躺下时,他问丈夫,这床铺是不是还留有奶奶的味道? 丈夫笑着回答说,是啊,我好像又成了那个小男孩。 夜里吸水沉沉,两人一夜无梦。 清晨,山中雾外还未散去,阿贵早早起床准备了早餐。 饭时简单,但两人都吃得很满足。 妻子出门前,看到了阿贵母亲曾经抄写下来贴在墙上的诗句, 上面说,雨打不低头,风吹不弯腰。 不怕冬雪下暑,没有贪欲,永不愤怒。 每天吃四碗鹤米饭,加上萝卜蔬菜。 于是无争,观察,聆听,理解而不忘记。 干旱天他撒泪,不热的夏天他躲步。 别人说他傻,没人夸,也没人骂。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在丈夫的朗诵声中, 每日子一路和村民们打着招呼,去往了医院。 阿贵去了曾经的老师家中, 老师得了不治的癌症, 但却没有想象中的愁容。 他笑着对阿贵说, 医生把这病叫做胃癌, 可是癌这个字在英文中也有可能的意思, 所以得了这个病, 有些事也就变得可能了。 老师似乎已经参透了生死, 他把自己一生的藏书都捐给了学校。 阿贵觉得空荡荡的, 而老师却认为这些都是负担。 他没有孩子,不必留下什么, 不如在生前把所有的东西都清干净。 阿贵有些惭愧地告诉老师, 我得了最佳新作者奖后, 就再也没写出过什么作品, 出名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如今, 我已过了不惑之年, 却毫无成就。 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 到底有没有价值。 师母劝慰他要耐心些, 而老师只是说, 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 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 但管他呢, 只管行自己的路, 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村中医院内, 一群年迈的老人抱怨着成年在外的孩子们, 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供养孩子上学, 而孩子们离开以后, 仿佛就把他们遗忘在了这里。 梅侄子耐心地劝慰着每一位老人, 她是一位医生, 但在这小小乡村中, 却更如一位女儿般, 慰藉着老人们的心灵。 之后, 在家闲暇无事的阿贵, 接下了给村中人送公告书的柴石。 偶然间, 他在公告书上读到了阿美婆婆写的专栏, 阿弥陀堂来信。 这些文字虽然辞早简单, 但却尽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最朴素的人生哲理。 他们却看望了阿美婆婆, 帮她量了血压。 阿美婆婆的身体状况很好, 梅侄子问她, 去年为什么血压升高了呢? 阿美婆婆说, 去年时她想在祠堂修个厕所, 正挖着就觉得不对劲了。 阿贵提议她来帮忙修厕所, 而婆婆却凑到耳边说, 那可是好, 不过你们知道, 我可没有钱。 两人都被逗笑了。 回家的路上, 他们穿过郁郁葱葱的森林, 任游细碎的阳光洒在脸上, 抚摸一棵古老的树木, 用心感受着自然的呼吸。 路过玩耍的孩子们, 一起毫无顾虑地嬉笑玩乐。 直到夕阳要落下时, 他们才和孩子们蹦跳着下山, 然后挥手告别, 看着孩子们唱着歌谣 消失在路的拐角。 梅之子突然流出泪来, 她转头有些羞怯地笑着问阿贵, 我为什么哭呢? 我没觉得伤心呀。 夕阳之下, 两人都没有说话, 他们就这样站着, 望向孩子们归家的路途。 阿贵来帮阿梅婆婆修厕所时, 遇到了正在这里的小百合。 小百合三年前得了一场病, 喉咙就坏了, 直到现在还不能说话。 她经常来阿梅婆婆这里, 把婆婆的话记录下来, 那些灯栽在公告书上的阿弥陀堂来信, 就是他们一起完成的。 小百合听说阿贵是一个小说家, 很是欣喜与好奇, 而阿贵却有些羞愧地说, 只能算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吧。 阿梅婆婆不明白小说到底是什么, 阿贵费力地解释着, 但却越说越难懂。 小百合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说自己觉得小说就是用词语表达的阿弥陀。 婆婆一下就明白了, 然后她说,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 听了不少伤心事, 现在我只想听些快乐的故事, 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买伤心的故事。 这时, 山中的雾气散尽, 三人望去, 满是明朗的色彩。 阿贵挨家挨户送公告书时, 会和家中的老人们聊聊天,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欢乐与哀愁, 就像阿梅婆婆和小百合写下的文字一样, 朴素而真实。 再次来到老师这里时, 她正在练习书法, 师母说她整日最新练字, 写完又会把它们都撕掉, 而老师却说, 她追求的是行, 行是首要的, 行所描绘的是灵魂的外观。 老师把自己在村中节庆活动时 表演用的剑交给了阿贵, 阿贵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老师已时日无多, 接下来就要由他来接替 每年为村民们表演的任务了。 她喊了结果, 老师如是重负, 而一旁的师母则念叨着说, 再有一件事, 就一切都清了。 告别时, 老师沿着墨说, 你们都不要以担心的名义来看望我。 闲暇而情党的下午, 夫妻俩会来到小溪边钓鱼, 他们未钓到异尾鱼而欣喜。 回家时, 路边玩耍的孩子们将手中的野花送于美之子。 夜晚, 夫妻两人为卢而坐, 开心地吃着白天钓来的那条鱼。 美之子很开心, 她喝了酒, 没有吃助眠的药物, 便憨然睡去。 为阿梅婆婆检查身体时, 婆婆总是说自己的睡眠很好, 好的都不做梦。 阿贵问, 那有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呢? 婆婆说, 睡不着时就听水流声, 想象着自己也是水, 跟着水在流动,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们无法体会到婆婆的感觉, 而婆婆却告诉他们, 你们俩都还年轻, 还要听很多很多事, 现在水的声音对你们毫无用处, 只有我这样老了的人才会去听她。 自从钓鱼那晚, 美之子便在不知不觉中挺了安眠药, 回去时, 她凑到阿贵耳边悄悄地说, 我很高兴来到了这个村子, 接着又握着阿贵的手说, 一些美好的东西, 如果大声说, 她便会逃掉。 微风中, 美之子开心地像一个孩子。 在老师家中, 师母和美之子 了解了她的上一任丈夫。 师母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她和丈夫离散, 孩子也意外死去, 她一个人生活了十一年, 终于等回了丈夫, 而对方却已不再在意这份情愫。 然后她转头看向老师, 又嫌哀愁地说道, 很快, 我又要独自一人, 又该度日如年了。 八月的鱼栏盆节来时, 美之子想要买一个新的家用佛刊, 丈夫觉得有些贵, 而美之子却说, 贵怎么了, 有了这些祖先前辈, 我们才会在这儿, 要是我们也能在这里过完一生, 也变成仙辈, 该多好啊。 两人相视点头而笑。 他们一起去认真祭拜了仙祖, 这里记录着他们迈向世间的足迹。 在八月的阿弥陀堂来信中, 阿弥婆婆这样写道, 阿弥陀堂便, 阿弥陀堂起来。 迎火火を焚いて恩返し 暗くなるまで話をします 話しているうちに 自分がこの世のものなのか あの世のものなのか分からなくなります もう少し若かった頃は こんな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す 怖くはありません 夢のようで このまま覚めなければいいと思ったりします 戒日過後 村民们纷纷送返乡的年輕人回到都市 再度相见时便已十几个月后的新年 来到村子已经六个月了 美智子在村里的口碑很好 村长来问他 能不能每天都去診所上班 但他还是拒绝着 小百合的病情开始恶化 美智子不得不联系镇上的总医院 但这是一种罕见病 镇上的医生也没见过 美智子在东京时曾经历过三个这样的病例 因此总医院希望他能提供咨询和协助 美智子依然犹豫着 怕自己会做不好 他有些焦虑地望向远处 呼吸又开始变得急促 但在阿贵的鼓励下 他最终还是去了总医院提供帮助 医院中 阿贵见到了小百合 他很乐观 依然惦念着和阿美婆婆一起写专栏的事 小百合在医院时 独自依然在阿弥陀堂的婆婆 忧心地念叨着 只是他说的话 没有人再用心地记下 总医院的主治医生 是一个名叫中村的年轻人 他不明白美智子这么好的医术 为什么要去小村子里 美智子微笑着告诉他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当我是个逃兵吧 在东京时 我一直试图做到 让所有人都觉得完美 又能达到自己的理想 但后来就无法忍受了 回到家时 阿贵开始重新拿起笔来 他想把阿美婆婆的故事录下来 然后放给医院里的小百合听 现在正在准备着替纲 但他也不知道要问些什么 最终还是决定不刻意计划 只是去听婆婆说 当知道录音要拿给小百合听时 阿美婆婆只是忧心地 为小百合祈福着 她说 自己担心地要死 但当她看着山谷时 心就会平静下来 小百合终于做了手术 但只有50%的希望 当晚 美智子和中村守夜时 他们聊起各自的行医生涯 美智子说 他在东京时 看到超过三百个病人去世 最近一次签署死亡证明书 是一个76岁的出租车司机 当时病人的家属还未赶到 他坐在病床前 盼着病人的呼吸越来越弱 感觉自己身体里的气和生命力 也被带走 他那时正怀孕 胎儿就在肚子里腰折了 躺在病床上的他对丈夫说 人们都说孩子是挑父母的 我们就是没被挑中啊 然后他哭泣着 一边边地问丈夫为什么 自那以后 美智子的精神就垮了 死亡似乎吸走了他所有的生命力 他患上了焦虑症 当走在东京拥挤的人群中时 他仿佛一边地无法呼吸 这也是他来到村子的原因 而中村医生觉得 他现在看上去状态很好 美智子告诉他 问题的关键要看心灵有没有病 如果心灵没有病 那人便也没有病了 他问中村生命到底是什么 年轻的中村还未对此有过太多的思考 美智子提起自己丈夫的老师说 完好的死去是完好生命的一部分 朝阳从东方喷勃而出 小百合终于挺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美智子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开始能接受繁重的工作 也能在丈夫的车上黯然睡去 阿美婆婆得知小百合好转的消息 开心地哭了起来 而当阿贵把这些告诉小百合时 他也流出了眼泪 夫妻俩也彻底适应了村中生活的甜蛋和安宁 他们似乎也做好了一直留在这里的准备 而老师的身体状况却变得越来越差 他告诉妻子 自己不想要什么葬礼 点一只香就足矣 除此之外 你一如往常般生活就好了 妻子却难掩悲伤 他问丈夫 我该怎么办呢 然后低头哭泣起来 两人沉默不语 听着大神之中祭祀的声音 心中千般波澜 似乎终归也平静了下来 村民们希望能建立新的诊所 他们请求美之子能留下成为村里的全职医生 美之子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秋天时 老师坦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临终前 他向前来看望的阿贵念叨着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然后他转头问妻子 你一个人没问题吧 妻子回说 没事的 我也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老师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无所拘束地离开了 师母将老师的领位放入了阿弥陀堂中 珍重地为丈夫上了一支香 最终 他还是男人哭了起来 残路不知还有多少 但他也只能一个人走下去了 阿贵也重新开始写起小说 他说他要继续遵从老师的话 行是首要的 行所描述的是灵魂的外观 冬天里的第一场大学来临时 小白河来到了阿美婆婆这里 阿弥陀堂的来信也终于可以接着写下去了 大学之中 夫妻俩也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好消息 43岁的美质子太次怀孕了 两人欣喜地拥抱在了一起 像处处相识的恋人般漫步于大学之中 在冬日的祭祀中 阿贵拿起了老师赠予他的那把剑 接替了老师为能继续下去的表演 邮陀堂导 阿弥陀堂导 雪が降ると山と里の境がなくなり どこも白一色になります 山の奥にあるご先祖様たちの住むあの世と 里のこの世の境がなくなって どちらがどちらだかわからなくなるのが冬です 春 夏 秋 冬 はっきりしていた山と里の境が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き 一年が巡ります 人の一生と同じなのだと この年にしてしみじみと感じ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